他弄罪诚而郎当入狱的前首相 拿多斯里纳吉获得特赦局减刑 在国内引起讨论这潮 首相拿多斯里安华解释 国家元首是基于仁慈 特赦纳吉减刑 而陛下在特赦上拥有绝对着情权 因此他希望各方停止任何 关于纳吉减刑的讨论和争论 人变得可抵医训 42.1 pertimbangan yang besarnya bukan undang-undang undang-undang itu proses badan kehakiman saingga Mahkamah Perskuturan pertimbangan ini utamanya adalah 所谓慰安德布团阿公 它是为负荣的 或者是沟通的荣誉 如果有任何团队 在团队阿公 能够认识到美国 能够认识到吗 我认为团队 安华今天在首相署 长阅机会上 对人民热烈讨论 纳吉减刑表示理解 政府也因此做出了一些让步 但他认为 国家元首是在深思熟虑下 做出最终决定 人民在获得解释后 应该要停止讨论这件事 安华也欢迎 想要获得更多解释的任何人 提呈备忘录给前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供丹阿都拉陛下 そして你会看到 我才能靠在大陈迷迅中 也是在深思熟的